为什么说我要到自己家建个房呢 第一他说到买这个小车 我是也感恩他爸爸吧 就这样说吧 他爸爸拿的钱出来给我付的这个首付 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跟我说 他说爸爸的信用卡要还了 看怎么搞 这样要还吗 我再去看能不能结到那个运费 我说能的话就还给他了 最后呢 第二天我去市场上面是借了一点钱 就拿回来给他 他就还给他父母了 然后买这个车的时候呢 他爸爸当时买的时候 我也是不同意买这个车的 因为我的压力本来就大了 当时我坐在那个4S店 我根本我就没参与 他刚才不是说问了你 你说你也想要所以才决定买 没有 因为从他的描述里面是 他爸爸为了女儿为了女婿的愿望 所以先替你们垫这笔钱 在那个4S店 就是说要写他女儿的名字 跟你没关系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然后这一个我也按部了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买车对于你来讲 它只是说给你再增加了还贷的负担 对对 车买了之后 他父亲要写他的名字 我也没参与 就是那些活动什么 我都没参与 都是他和他父亲 后来车的钱是谁在付呢 他的那个首付款是我还的 最后落到房子 那个车带也是我在还 在夏先生看来 岳父大人根本就不是在帮自己改善生活 只是在耍手段帮他自己的女儿压榨自己而已 我们又买了一套房子 他父亲也是这样 他父亲有三个女婿 我大女婿 二女婿 三女婿 他父亲当别人说的是 我三个女婿 一个女婿三十万 你首付 我也是蛮感恩他的 我逼你他也是老人家 是吧 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也是不容易了 是吧 也是说为我们好 他二女婿买房子的时候 都是他们两个人 两口子自己办 都是自己办 然后他就直接把钱就转给他女婿 给他三女婿三十万是现金给的 到我们这边就不同了 你们不是说要买房子 先过去看一下 他父亲就是说要过去看一下 我们就当时我们就过来了 过来他父亲就拿了一个正义活动 就写了一个正义活动 他父亲就让我签字 正义什么 他正义活动上面写的是 正义他大女儿张玉 一手付款 多少多少 然后他就叫我签了一个字 当时我就感到蛮失落了 一样的 包括我二妹夫三妹夫 都写了正义活动 他们都签字来了 不是针对他一个人 这个有告诉他吗 也跟他讲过 他不相信 我叫我爸 我说你不相信 到时候把这个正义活动拿出来 三份 大余额 二余额 三余额 一个一份 都有 都签过字了 双方夫妻都签过字了 他也不相信 所以这又是他的误会 对 张女士说 关于正义活动的事 完全是丈夫多心了 这只是一个父亲 出于对女儿的爱和保护 没必要小题大做 可丈夫夏先生认为 妻子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 因为在购房合同上 妻子和岳父还玩了个心计 购房合同是与我无关的 到了房贷的这个活动这里了 就非要我签字了 因为我当时不清楚 我是信任他的 我也是相信他的 我总以为他会写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名字 我去办房产政的时候才知道 是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房贷你得还 房贷是我还 因为我们结婚就开始吵架 一直吵到现在 整只吵了四年 所以 当时是我不愿意加他的名字的 不加他的名字是想表明什么 还是想要保护什么 我肯定肯定要保护我自己的房子 他父母都把他自己的房子都保证住了 可是他看到的却是 房子不加我的名字 但是贷款却要我来承担 这个算是保护自己的一个错误吗 贷款也属于夫妻共同贷款 共同债务啊 你的意思是你还我也还 对啊 夫妻共同的债务 那现在你觉得这房子 到底算是谁的呢 房子是在我的名下 你觉得是谁的呢 如果过不肯定是过不下去了 经过法律判 如果房子判得给哪个是哪个 因为首先是什么呢 他从自己从汉圈的房子卖掉的时候 他家人就防着我的一手 当时他爸爸说 如果你跟我儿子走不下去了 我肯定要防你们一手 这是他爸爸的话 原夫原样一个字不漏的话题 这是 张女士一番自我辩护的话 引起了坐在调节场下的公公 强烈不满 他控制不了 你就按照上来讲吧 他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 按照讲 在这对特殊的再婚夫妻之间 到底谁在打经济上的主意 又是谁先防着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